哈囉我是Kai1 今天帶給大家的居家徒手訓練菜單 主要是以腹肌、核心、腿部肌力 以及全身性的籃子所設計的 讓你不僅能夠打造完美的腹部線條 也能提升你的運動表現 增強你的心肺、耐力、協調、靈活、敏捷彈性等等的 在開始前要先跟大家說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想要讓你的腹肌、腹部線條變得明顯了 除了腹部的增肌訓練外 透過全身性的運動來增加代謝 並在一定的時間內維持高心率 降低體脂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的訓練菜單價格會是35、25來進行 30秒的肌力訓練、5秒休息 20秒心肺及耐力、5秒休息 基於體能訓練才循序漸進 過程中如果感到不適 請終止訓練稍作休息 並量力而為 第一個動作基礎深蹲 剛開始我們輕鬆暖身就好 不用蹲的太低 膝蓋朝向腳尖 用你最舒服的方式自然下蹲 慢慢讓身體暖起來 請接著我們做20秒小跑步衝刺 全程我們用腳尖觸地就好 盡可能的在20秒內維持好速度 好來提升心率 下一個動作 抬腿準腹摸膝 仰臥在地板上 將雙腿抬起 並將指尖到整個手掌滑過膝蓋 這個動作不要做快 而是要盡量維持腹肌的緊張感 然後再用一個動作 然後再用一個動作 再用一個動作 喘口氣 緊接著馬上做20秒的 仰臥腳打水 將雙手放至臀部下方 雙腳抬起 腳背下壓 想像自己漫游在水面上 下一個動作 深蹲跳 先做一個下蹲後 帶一點爆發力 將自己彈起 腳尖落地做好緩衝 下蹲時慢而穩 起跳時吐氣 並運用腿部爆發力帶起全身 再次來到20秒小跑步衝刺 此時你應該已經感覺到 全身發熱 心率升高到一個水平了 下一個動作 捲腹側轉體 仰臥在地板上吐氣時 將對側手腳抬起 觸碰頸外側接近足踝的位置 接著我們轉過身做蹲山跑 再次加強我們的腹肌 以及核心的腹肌 肌群鍛鍛鍊 訓練時讓膝蓋盡量向前延伸 達到良好訓練效果 下一個動作單腳橋式 我們先從右腳開始 除了可以鍛鍛鍊 除了可以鍛鍊啟動臀部肌肉外 也可以同時刺激到腹部大腿肌群 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有難度 可以先從雙腳橋式開始做起 訓練30秒後接著我們換腳訓練 下放時吸氣 吐氣時發力將臀部推起 感受臀腿後側的肌肉張力 吐氣時發力 接著我們直接彎曲雙腿來做屈膝捲腹 雙手交疊朝向雙腿之間延伸 盡可能的伸到極限來鍛鍊腹肌 來鍛鍊腹肌 喘口氣緊接著馬上再做一次20秒的仰臥腳打水 將雙手放在臀部下方 雙腳抬起 腳背下壓搭配呼吸上下擺動 接著我們起身來做滑雪者 雙膝微彎全身使用腳尖觸地 左右跳躍手部自然擺動即可 訓練全身協調線 記得腳部一定要做好緩衝 再次來到20秒小跑步衝刺 切記在時間內維持好心率是燃燒熱量的關鍵 接著我們來做開合跳 雙腳越寬於肩保持全程腳尖觸地 腳跟不落地調整好呼吸吸吐吸吐 bBoBoBo同 rise BBoBo 晉尾 QB 口氣 QQ 注意換氣節奏 接著我們來做分腿蹲 單腿向前大步跨 再回到原來位置後換腳再做一次 盡量讓前腳膝蓋角度維持在90度左右 請接著再做一次20秒小跑步衝刺 維持出我們的心率高點 下一個動作跪姿伏地挺身 鍛鍊我們的胸肌三角肌前術 以及上肢肌群 肌力足夠的話可以踩標準式伏地挺身 下放吸氣吐氣時發力將自己推起 請接著我們再做一次登山跑 盡量讓膝蓋向前延伸 維持穩定的訓練頻率 接著我們起身 訓練深蹲橫移 全程維持半蹲狀態左右來回跨步 鍛鍛鍛鍊我們腿部肌耐力 再次來到20秒小跑步衝刺 再次來到20秒小跑步衝刺 堅持下去我們已經完成一半的訓練了 這個時候放棄會讓成果大打折扣喔 接著我們來訓練撐體側跳 雙手成立再次加強我們的腹肌以及核心肌群 確認時將雙膝向對側手肘移動 穿口氣 緊接著我們來訓練登山跑 穿口氣 緊接著我們來訓練登山跑 ě adulter 它就連飛機 2 10 3 少 2 3 種 接著我們再做一次翻腿蹲 單腿向前大步跨 回到原位後換腳再做一次 盡量讓前腳膝蓋角度維持在90度左右 喘口氣我們要繼續20秒小跑步衝刺囉 下一個動作跪姿伏地挺身 強化我們的上肢肌力 同樣肌力足夠的話可踩標準式伏地挺身 喘口氣緊接著再次20秒登山跑 注意訓練頻率注意呼吸節奏 接著我們回到單腳橋式 再次訓練臀腿後側肌群 單腳先鍛鍊30秒後再換腳 時間到 接著我們換腳再練一次 可能如果覺得困難 我們可以先用雙腳鍛鍊 下一個動作我們直接做抬腿捲腹摸膝 仰摸在地板上雙腿抬起 將指尖到整個手掌刮過膝蓋 盡量維持腹肌的緊張感 喘口氣緊接著馬上再做20秒的仰臥腳打水 將雙手放至臀部下方 雙腳抬起 腳被瞎壓 想像自己漫游在水面上 打水前進 打水中 打水中 , 打水多元 你無力辈了 接著我們轉過身來訓練掌撐開合跳 雙手沉地雙腳開合來回跳躍 盡量維持核心穩定 不要讓屁股的起伏過大 喘口氣接著我們再來做一次登山跑 堅持下去我們離終點不遠了 接著我們起身來做分腿蹲跳 不同於分腿蹲的是 我們要連續來回跳躍的動作 維持良好的動作模式 以及呼吸節奏 再次來到20秒的小跑步衝刺 吸吸吐吐 吸吸吐吐 務必維持呼吸節奏 接著我們再來做一次開合跳 雙腳略寬於肩 全程保持腳尖觸地 腳跟不落地 調整好呼吸 喘口氣 喘口氣 我們再做一次20秒小跑步衝刺 切記錄 切記 這次是最重要的關鍵 最後一分鐘我們來做下肢轉體跳 上半身朝向前方 下肢向左右來回跳躍 膝蓋圍彎 全程腳尖觸地 雙手自然擺盪 訓練協調性 最後一次20秒的小跑步衝刺 炸乾你所剩的最後一點點體力 最後10秒跑起來 3 2 1 時間到 很棒很棒 可以撐到最後的自己 來一點掌聲 那這次所設計的這些訓練動作呢 它的難度其實都不會太高 主要是希望螢幕前面的你們 都能跟著做到這些動作 切記 想要讓腹部線條腹肌變得明顯 除了腹部的增肌訓練外 透過全身線的運動來增加代謝 並且在運的時間內維持高心率 降低體脂肪是非常重要的 建議大家一周能訓練2到3次以上 效果會比較好 提升運動表現 增強你身體的心肺耐力協調 品牽靈活彈性等等 好啦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劍監盖 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